政府试行50人的小型现场演出 新加坡华乐团是首个参与这项试行计划的国家艺术机构 并且在今天和明天举行两场现场音乐会 为了确保安全距离措施到位 音乐会将缩短 而演出也不设中场休息时间 来看记者林良全的报道 新加坡华乐团最近一次的现场表演在大约半年前 冠病疫情来袭后 华乐团通过面部举办了不少的线上表演 如今能够恢复小型现场演出 音乐总监叶聪表示兴奋之余也多了一些挑战 除了吹奏乐器者外 其他演奏者都必须戴上口罩 我们乐队平时总人数是80多人 但是这次因为整个情况的一些限制 我们台上其实只能有23个人 加上我24个 那么怎么23个人要奏出80几人的效果 那么我们是花很多时间去设计的 由于必须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现场观众的人数只有50个 他们也必须全程戴上口罩 观众在音乐厅内也必须错开座位 以及保持至少一米的安全距离 新加坡华乐团今晚8点也将通过面部直播现场演出 让在家的人也能观赏音乐会 这是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以及国家艺术理事会 为复办更多现场演出所推出的试行计划 新传媒新闻记者林良全报道